我们相信我们做父母的 常常都是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期望 我们期待他们什么 我们来看一节的两节的经文 在马太福音第20章 20节到22节 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敬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 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 一辈的就赐给谁 这里讲到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很特别 他没有讲说西比泰的太太 也没有讲说他的名字 这一位姐妹的名字 他就讲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跟他的两个儿子 他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 我们相信这个妈妈 他一定很关心他的儿子 他已经期待他的儿子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是 他的愿望很大 It's a big dream 他的梦想非常的大 而且他把这个梦想放在他的孩子的身上 我们知道西比泰的两个儿子 就是雅各约翰 在这里面讲他们的名字 在马可福音有讲他们的名字 在其他福音书 我们知道西比泰的太太 她叫撒罗米 也有人认为说 她是玛利亚 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 但是这个都是在这当中 那我们就想说 他为什么把 他听过耶稣 他知道耶稣 而且他的两个儿子 雅各跟约翰是 耶稣第一批呼召门徒的时候 四个当中 他们两个是被耶稣呼召出来 跟随他们 当时他们在打鱼 他们就放下一切 就来跟随了耶稣 这个家庭 他们应该是全家都来跟随主了 这个雅各跟约翰 他们第一个来放下一切 来跟随了耶稣 后来这个 他们的母亲撒罗米 也是来服侍 在其他福音书 跟使徒学上记载 她也是来跟随耶稣 来服侍耶稣 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 耶稣复活 她都是一生来跟随主 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看见 她在这个 她的期待是什么 她可能想 我来跟随耶稣 我可以要求她一件事吧 用人的一个观点来看 这个我们就看出 一个价值观 可能她就想说 我的儿子已经放下一切 来跟随你了 来服侍你了 知道你在神的国是 你是来传讲神 国的福音 那你说要求你的国 给你的义 那我可以求神国吧 那在神国的里面 将来有一天 你是在神国的里面 你是得荣耀的 可是当你在这个神 她就说 因为在你的国的里面 在神国的里面 我要我的儿子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好像那个完全都是 要属于她的儿子了 就是属于他们的家了 要得荣耀 她看见这样子 我们在想 她为什么能够 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她想 一个可能 我是你的亲戚 也许有人说 我是跟耶稣说 我是你的阿姨 这个 你这两个是你的 你要照顾吧 你不可能是 当你得国的时候 你在荣耀的国的时候 你不顾他们吧 可是我们看见 这个妈妈 何等期待 她的儿子 能够在耶稣的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耶稣的左边 我们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